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色评 我是黄炯 场景非常不一样啊 因为我是在家里 现在的北京时间是已经快到4点了 苹果今年的第三场发布会是结束了有一会儿了 其实它这次发布会只有45分钟 但是带来了三款硬件 还有就是最关键的 苹果的M1芯片 这个基于ARM架构的 这个应该是这三场发布会 在我个人看来 对于行业或者说对于未来意义最重大的一起发布会 OK 那我就简单聊一下 我对于这场发布会的一些小想法 还有就是未来的一些小畅想 另外就是这三款产品到底要卖哪个呢 因为它们的价格这次确实都不贵 本视频由小白油品APP独家赞助播出 谁说买二手没保障 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油品 三天无聊退货180天保修 官方正品价格公道 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 小白油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 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M1这个芯片了 这个芯片呢是8盒的 关键参数呢 我相信官网你都已经看过了 我就不再给大家念了 但是呢 官网这次它并没有标注非常明确的这个主频 这个不管在英特尔的或者说AMD的 这个它都会标注的非常明确 但是苹果没有标注 我预估啊这次的这个M1呢 应该还是在1.7GHz左右 因为它对比的对象都是1.7G的这个低压的那个i7的那个芯片 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 如果它要再高的话 那么Air那么紧凑的这个机身发热上面可能会压不住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然后另外呢就是 M1芯片最大的一个意义吧 也是这次发布会 我觉得它对于未来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做了一个大衣桶 因为之前我们在体验各种各样的产品 各种各样这个测评的时候都会想 哎呀这个系统啊 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 然后处理器方面也没有统一 这次应该说苹果起码在它自己的这个生态内部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统一 最重要的就是这次基于M1芯片的这个产品 它是可以直接运行iOS和iPadOS的这个设备的 也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面玩手机游戏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连个手柄简直爽死 当然可能在这个APP上呢 还是需要一些单独的小设计 但是起码它都原生支持了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啊 其实通过这一点呢 也可以畅想一下 苹果未来的Mac系列 它尤其是笔记本啊 还会不会支持触屏呢 真说不好啊 这次在性能方面啊 它这个都说比这个普通的PC啊 比如说对比那个1.7的那个i7呢 这个发了大概两三倍啊 这个咱们没办法给大家演示啊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拿机器 我估计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苹果既然敢说这么写出来 性能方面肯定是提升非常大 对于这三款产品 迷你麦克和13的Pro来说 他们相对那个性能要求没有那么高 就是买这些产品的人 那么续航可能对你的这个感知吧 是最强的 都提高了近一倍的这个续航 都六七个小时 甚至七八个小时这个续航 对比一下前代的话 这个续航呢 其实它是得益于这次重新设计的 整个主板的架构 在演示视频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显示了一下 它的那个主板的那个面积 加上它这个处理器 有一个这个3D的效果 那个主板的大小 好像就像一个手机的这个主板一样大 就是这样一个长条形的 做得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就是苹果它自己做芯片了之后 它可以进行全面的重新的 内部主板的这个设计 这次也是有这个极显 它也说它自己的这个极显呢 是最强的 这个都等着拿到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实测 这个主板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好处 就是整个这个电脑 就在这有一块小小的一个主板 然后全部都是可以做成电池 这个是它续航提升巨大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苹果也这次强调 这个M1呢 是能效比目前最强的芯片 精简直灵机 ARM这个架构的 这是它的天然优势 可以说 基于M1的这个产品吧 续航方面应该是感知特别特别强的 OK 下面咱们来说一下这三款产品啊 第一个是这个Air 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最值得购买的这个产品 它的价格方面呢 是7999 M1芯片的啊 然后高配版是9999 就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它这次呢这个M1芯片呢是在GPU的这个核心上面有一个是7个的有个是8个的就是低配的那个少一个 你要注意一下然后它依然是这个无风扇的这个设计 这次它也特别强调了就是它的这个发热然后控制的是特别的好可以剪4K的片子也就是对于它性能上的肯定 我觉得这次Air呢它可以说是越急了就是它依然还保持了一个Air的一个外观的一个属性 然后但是呢它基本上可以做到了13寸Pro的这个事儿啊 所以说这个Air我觉得是这个M1芯片最值得购买的产品 而且它也足够的轻薄 但是如果在高压的这个情况下 比如说你一直在剪辑片子一直在高负荷运转的情况下 呃它没有风扇的这个设计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小担心这个拿到产品之后我们再给大家这个实测 它敢说减4K那么1080P肯定是无压力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mini 这个mini发布也不说我都把这产品给忘了 好长时间都没有更新过了 应该是有4年都没有更新过这个mini了啊 然后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这个5299然后6799 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家常电脑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Mac mini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因为它相当于一个主机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带风扇 所以说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即便它有一点发热的情况下 呃它这个体积相对来说也要大一些 呃它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应该也会更好 然后第三个是13寸的Pro了 啊我个人觉得呃这个13寸的Pro是这次相对来说不太建议你入手的 它的价格首先是9999这个跟之前是没什么待大差别的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续航爆炸这个20个小时 而且它可以剪辑8K的片子这是他说的 就是我们一直推荐这个型号的这个Pro 因为是性价比各个方面是最高的 因为你既然选择了Pro这个系列 那么可能你的这个需求就要更高一些 呀那么M1的话它毕竟是一个纯新的这个产品是吧 呃呃发布会开完之后啊真的震撼对于我来说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是这个行业非常深入的观察者嘛 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呃有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变化的话 我觉得对未来的影响或者是对整个行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呃苹果非常聪明就是它跟我们之前预测的是一样的 就是从低压开始进入就是它并没有上来就发布这个高端产品来定位自己的这个高端属性 啊逼迫英特尔在ARM架构的这个领域吧进行这个布局 或者说不要再那么挤压高了是吧 人家都已经这么干了啊 你这个苹果这个小老弟上来都没有什么武德 就直接是吧欺负这个14纳米的 人家这个是5纳米的 这个就是它发热可以控制的特别好 能效比可以做的特别高的一个原因 然后就是最最重要的生态方面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就是软硬件方面都有啊 就是软件方面 首先对于苹果自身来说 我可以提升我开发者的这个粘性 或者提升我用户的粘性 因为你这个开发者你开发一套之后 哎我所有的pad的手机mac全部都ok 只需要针对不同的屏幕 然后做界面的这个微调就ok了 我不需要再去重复的这个开发 对于游戏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我觉得未来可能会产生 因为之前大家玩这种大作 玩这种大型游戏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PC上 用ARM架构之后 我性能可以表现的更好 然后我屏幕也更好 我的硬件配置也更好 可能会吸引更多的这种大作 来首发就上这个Mac的这个平台 对于苹果自身来说呢 软件方面 比如说市场 我也更好管理了 我可以统一一个市场 iOS的这个手机的 或者针对于Mac的 就全部统一成一个市场 你下载的时候 你直接选择版本就可以了 比如说未来一两年成熟了之后 对于用户的这个粘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苹果的这个生态就是绑架嘛 就是你进来了 你几乎就出不去了 你各种各样的设备就全在一起了 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就进一步把你绑在在一起 因为你的手机和你的电脑 又深度的融合在一块了 你的APP就可以直接跨平台使用 你的数据全部都是打通的 这个就是更把你围成围在里边了 就是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我 整个的这个硬件 这个软件的一个生态里边全部实现 这样统一了之后 在硬件方面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官网啊 你现在我不知道 这个大陆的这个官网行不行 反正就是美版官网 我看了一下 就是它可以选择这个内存 还有就是存储 这两个 就是之前你可以选择特别特别多 现在只有这两个选项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一步减少 它硬件方面的SQ 然后可以进行更好的这个库管的管理 就是以前我需要被特别偷各种各样的货 现在我只要你选择内存和存储就够了 OK 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优点 但是顾虑方面我也是有的 就比如说软件方面 之前我说啊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这个Pro 因为你既然选择Pro呢 你的需求可能会更多一些 但是基于M1的这个Pro呢 它毕竟是第一代产品 然后各种软件呢 其实还并没有全面的成熟 而且苹果在发布会上也非常明确告诉你的 就是得到明年的时候才会有大规模的成熟 现在它演示呢 比如说达芬奇 你可以在这个M1的上面进行使用了 但是一些稀小的软件呢 可能真的还需要再编译啊 再转译来进行再适配 明年应该还会再发布基于M1的是吧 16寸的或者说14寸的Pro啊 对吧 之前也曝光很长时间了 那个时候你再进行入手 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Micro-S BigSafe这个版本呢 是在11月12号13号的时候进行更新 它也是对这个M1芯片做了全面的优化 这个就是软硬件的整合能力吧 就是我自己造芯片 然后我自己造硬件 我全部都可以深度融合 就像iPhone的这个手机一样 我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那么在Mac端以后 苹果也是这样了 我觉得这个对英特尔的压力 还是非常大的 是吧 一点伍德都不讲 一点伍德都不讲啊 最后我再明确一下购买建议 Air是这次最值得购买的这个产品 然后mini的话呢 如果你要换一个家庭电脑 它的可选择性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如果你是长线的话 这个mini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它们的内存都比较小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256G肯定是不够的 对吧 肯定得512G起步 或者说你进行外置的这个硬盘 对了 还有就是 它这次是这个极显的 如果你要是玩大兴游戏的话 肯定得外置这个显卡 它也是支持的 有雷电的这个接口 所以说 在成熟度上 其实M1已经做了很多了 然后Pro这边呢 还是建议大家等明年的Pro 而且我给大家卖个关子 就是明年的Pro 已经得到了非常明确的消息 它的ID方面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首先就是屏幕方面会有一个 什么意思 看懂了吗 非常大的变化 OK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场发布会 一些小小的看法 我个人的震撼 应该是这三场里面最大的 我觉得它未来的这个影响 也是最深远的 可能会改变一些硬件的格局 因为苹果这样做了 打造了一套非常坚实的 一个自己的软硬件的生态 那么PC这边会怎么应对呢 Android这边会怎么应对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确实要感叹一下苹果的软硬件的 这个规划能力 它的产品的迭代能力 还有就是它的研发能力 这个确实是非常强的 非常值得各个厂商来进行学习的 OK 拿到产品之后 我们会第一时间 为大家带来M1的实测体验 大家在我们的B代 线路伯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 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不关键的点 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